山东舰再度挺进大洋 解放军频繁远航究竟蕴含何种深意 美国海军为何再度喊出 保卫关岛的口号呢 近日日本防卫省统合不了监部发布消息 说解放军山东号航母战斗群 出现在宫古岛以南海域 从航迹来看 这次山东舰应该是通过巴士海峡进入的 西太平洋 随动山东舰一起远航的 还有055型大型驱逐舰延安舰 052D型驱逐舰湛江舰 054A型护卫舰运程舰 编队中至少还包括一艘052D或054A驱逐舰 以及一艘远洋补给舰 虽然日本方面没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但大概率 但是没侦查到具体的情况 距离上次山东舰远航仅仅一个多月 中国海军航母编队再度伸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 如此高频次的远洋训练 一方面证实了 中国海军在航母应用方面已经日深成熟 不仅在战术层面 在后勤保障等方面同样如此 中国海军的航母作战体系也一步步走向完善 这无疑是一个大信号 所以他们必须学会与中国航母的和平相处 当前中国海军可用的航母虽然仅有山东舰 但辽宁舰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改装 很快也将重返公众事业 而备受瞩目的福建舰在完成新一轮海事之后 近期甲板上也多次出现舰载机的身影 除了殲-15还有教室还有殲-35等等 这预示着福建舰舰载机全家福的阵容也马上凑齐了 福建舰也将展开海上弹射与回收战斗机的重要测试 这是我们共同要期待的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海军为旧跌将亚太地区唯一一艘可用的航母林肯号 要往中东了 接体表现不佳的罗斯福号 这就意味着在整个西太平洋海域 目前只有中国海军的航母在这活动 依照当前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海军将有能力在西太平洋 长期保持至少一艘航母的常态化活动 所以有关国家的势力 最好尽早适应这一种新常态 更为有趣的是 美国海军似乎已经在逐步适应这种局面 最近美国海军的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在官方社交媒体 账号发布了一条动态宣称 这艘舰在太平洋近距离遭遇到中俄海军编队 并在中俄舰队部署期间保护了关岛 美国一向对中国实施军事围堵 从海军部部长到印太司令 今日高喊保护日本 明日叫嚣保护菲律宾 甚至有人妄言要保护台岛 但最终它只剩下保护关岛的口号 哎呀 或许是感到有点丢人的 美国海军随后删除了这条内容 但新闻周刊早就截屏了 撤回也无济于事 我都看到了 其实美军的应对方式挺灵活的 所谓的保卫关岛也只是与时俱进罢了吧 那么当未来中国海军特混舰队东出时 美国是否会转而保护夏威夷呢 最后会不会沦落到保护切萨皮克湾呢 这个美军前线部队显然已经适应了一个 逐渐能够与之平起平坐的对手了 然而华盛顿方面还抱有霸主的心态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但我觉得总有那么一天 他们会发现这个世界足够它 融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 正所谓天高海阔各有千秋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